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域,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中东是全球战争风险最高的区域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自1948年以来就不断爆发战争 时至今日,尾巴冲突还未能得到解决 双方的经济水准已出现巨大的差异 本期影片就要来探讨 看似永恒难解的尾巴矛盾 背后双边的经济发展 在正式切入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当前尾巴的势力范围 摊开中东地图可以得知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 国土呈现狭长形 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 不算大的土地上 住了970万国民 其中犹太人占了7成 剩下的则是阿拉伯裔的少数民族 以色列周边有约旦、黎巴嫩与叙利亚等国 再来便是存在主权争议的巴勒斯坦 当前在联合国中 有7成的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地位 但也有三成不将其是为完整的国家 说到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范围 现以约旦和西岸 与加萨走廊为主 在全球1300万总人口中 有500多万人住在巴勒斯坦地区 其中又有200万人 集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加萨地带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以巴领土交错 背后隐含数十年的恩怨 时间拉回20世纪初期 受到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 主要的居民是阿拉伯人与少数的犹太族群 不过随着犹太兴起回归浪潮 两大族群开始爆发冲突 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分治方案 将巴勒斯坦地区分配给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自此这片土地深陷战火 以巴双方对领土划分各有坚持 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屯坑区 也成了双方冲突的起火点之一 时间来到2023年末 战火又降临了这片土地 背后双方存在的差距 源自经济上的巨大鸿沟 说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 穷奢精选今天带来 年销600万份的国际牛肉面节总冠军 汉点极品牛肉面 采用顶级的牛腩条肉与牛腱制作 搭配上劲道的刀削面 八包套装原价1752元 穷奢优惠价1549元 再加送一份塔香三杯机 下单后数天即可送达 话说回主题 我们先看向双方的人金GDP 在分治法案通过以后 以色列人均GDP 从60年代的1200美元 一路增加到当前的5万美元 但巴勒斯坦政府成立至今 将近30年过去 人均GDP却只从1200美元 成长到3800美元 经济生活的悬殊差距 使得两方人马越来越难和平 镜头转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这是该国的商业重镇 也是整个中东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当地房屋平均要价113万美元 人们的平均月薪高达3500美元 富裕的特拉维夫 是以色列经济的缩影 虽然国土不大 人口不多 但工业与高科技产业却相当兴盛 多年来靠着输出电子设备 与化工等产品 从美中乃至欧盟赚进大把外汇 以色列是全球钻石加工交易的 四大中心之一 自21世纪以来 光是抛工钻石产品 就占了该国出口额的一层 而在新创领域 以色列当局早在1974年 就成立了科学家办公室 以官方力量协助新创企业技术研发 凭借多年累积的实力 以色列在2018年 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 创投的投资能力仅次于美国 强大的经济实力 成为以色列提升人民生活的资本 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排到全球第22名 属于高度发展国家 在长年优良的教育下 以色列人民的教育水准乃至诺贝尔奖获奖人数 都排进全球线段 无论看向数据面 还是实际的发展状况 以色列都摆脱了战争的阴影 该国能飞速发展 除了国民本身够争气 关键更源自海外的丰沛资金 时间拉回上世纪50年代 以色列与德国签下索赔协议 赔款折合成近代货币价值 大约有70亿美元 富裕的美国犹太族群 也向以色列政府提交居额捐款 散落世界的海外犹太人 也对以色列发行的国债热力买单 如此巨大的助力 让以色列基建进度大幅跳前 不仅避开动荡的建国初期 更在进入21世纪后 吸纳大量外国投资 套用当时国际媒体的一句评论 炸弹不断落下 但以色列的经济还在成长 然而尽头转向临近的巴勒斯坦 这片土地与上面的人民 却拥抱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 巴勒斯坦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 是5400美元 这个数字只有邻国埃及的一半 更是以色列的一成四 除了经济体质不佳 巴勒斯坦的失业率 近10年都在两成以上 细看当地的经济数据 我们还会发现 巴勒斯坦地区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 特别是西岸与加萨地区 时间拉回2000年前后 巴勒斯坦曾跟以色列多次交涉 但最终都已破裂收场 巴勒斯坦境内更爆发民众起义 在冲突升温的大背景下 以巴双方内部都起了变化 为了抵御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袭击 以色列在西岸边境实施严格的进出管制 接着撤离加萨走廊的屯肯区 并对陆海空实施封锁 巴勒斯坦方面更为复杂 内部两大政权 法塔赫与哈马斯分裂了国土 其中温和派的法塔赫治理西岸地带 接近的哈马斯则控制加萨走廊 在接下来数十年间 这两大地区的发展 印证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力 由于以色列的封锁 加上治理上的策略 加萨陷入近乎封闭的经济条件 联合国报告显示 巴勒斯坦整体的失业率为2成6 其中加萨却高达5成 平均薪资也只有西岸的一半 巴勒斯坦政经体质不佳 人民又要时刻提防战火威胁 让整体的发展缓足不前 纵观巴勒斯坦的经济结构 我们还可以看出几个特殊之处 首先是国际援助 巴勒斯坦整体经济表现不佳 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 常年都得仰赖国际援助存活 从2014到2020年 巴勒斯坦总计从联合国 收到45亿美元的款项 邻近的埃及与卡达 也都援助了十多亿美元 再加上欧美阵营 常年溢注的资金 巴勒斯坦基础建设与医疗项目 总还算是有在进展 以加萨地区来说 国际援助就帮到 多达八成的居民 第二个特点在于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在经济上存在紧密的关系 数据显示 巴勒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以色列 有多达九成的电力 从以国进口 更别提水资源的需求 而在就业方面 当前的巴勒斯坦西岸 总计有多达两成的劳动力 前去以色列团肯区工作 庞大的外移工作族群 贡献西岸两成五的GDP 至于财务方面 以色列的货币 不仅可以在巴勒斯坦境内流通 更重要的是 根据1994年签订的巴黎经济议定书 以色列会先针对部分商品与劳工收税 之后再按月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好奇 经常处于敌对的以巴双方 经济关系为何如此密切 这背后是深深的无可奈何 双方经济早已天差地远 加上欧美放置的调停重点 最终的现实 就是巴勒斯坦方面对以色列的依赖日益深重 总结来说 以巴冲突有其历史脉络 而现实上的经济一平 更促成打打合合的现状 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